欢迎收看大白话语爱 我的是大白话小白话 还有躲在我身后的小包子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 车祸惊魂 非要说 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要那是发生在不知道哪一年的法国 咱们的女主 就是两个长得挺好看的妹子 金头发的大高个叫做鹰子 黑头发的叫做翠花 我个人觉得还是鹰子比较好看 身材好 长得漂亮 他们两个要去参加一个音乐节 就是那种在草坪上搭个台子 找一些摇滚青年 哇哇哇一顿唱 下面年轻人一顿晃 这种音乐节我是不去 主要我怕哄吐了 本来他们两个可以坐大巴去 结果鹰子没带汽车票 而且还是故意的 因为他们有朋友会开车来接他们 万万没想到 他们的朋友根本没来 放鸽子了 不要以为你长得好看 男人就要上杆子贴着你们 该放你们鸽子还是要放的 当然了 作为美女 咱们还怕坐不到顺风车吗 不过话说回来 还真有点不好搭顺风车 你们这边的老爷们 是不是有点不绅士 要是我的话 只要不出国就算顺路 终于等到了一辆宝马 而且车上还是两个帅哥 鹰子很高兴 咱们就坐这个车得了 他们应该是富二代 而且看上去人畜无害 就算翠花有点反对 那也降不过鹰子 就这样 他们上了帅哥们的宝马车 开车的叫做张麻的 另外一个叫做李慎 大家都是年轻人 在车上还比较谈得来 在中途的操事没点好吃的 都是男生掏钱 这第一次认识就这么大方 是不是有点企图啊 而且你们发现没发现 张麻子和李慎有点害怕警察 看来这都是有故事的银啊 就这样 他们继续开车 行驶在塞手不见屋子的雨夜 万万没想到 后座的李慎是个禽兽 想要非礼咱们翠花 翠花一反抗 把前排的鹰子给整醒了 结果大家这么一激动 整个车就失控 撞到了前面路边的车 然后劈里扑龙的滚下沙芽 这扯淡不扯淡 音乐节这回也参加不上了 门票啥的也算是浪费掉 这可咋办呢 过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 反正先醒过来的是咱们妹子们 整个车都是底朝天 鹰子腿也被卡住动不了 翠花也受了一点点伤 不过也没啥事 李慎不知道被损到哪了 反正车里没有 张麻子倒是在车里 不过呢也是昏迷不行 本来想用丢在外面的手机 给妈妈打个电话 可惜你的手机也不是防水的啊 直接关机没毛病 还好啊 没过一会儿 外面的李慎也醒了 但可是 他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动不了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电线 还在周围一直晃来晃去好下瘾 妹子们还是很乐观的 会有人来找咱们的 李慎冷冷一笑 你们想太多 这个车根本不是我们的 我们也不是富二代 张麻子和我 就是给人家打工的 偷偷的把公司车开出来玩 妹子们当时就懵逼了 开包马车出来骗妹子 你们真坏 那也没办法呀 都是虚荣惹的货 开好车 不一定是好人呢 要过了一会儿 张麻子算是苏醒过来 还好他能自由行动 出去之后先救李慎 李慎能行动之后 马上就要去救妹子们 虽然我们是坏人 但可是 我们不是人渣 不过张麻子并不同意 这个车有问题 咱们发生车祸 其实是被遥控的 很诡异 果不其然 妹子们在车里 也发现了很多钱 而且还有貌似追踪器 一样的东西 知道你是啥情况呢 咱们的张麻子 说啥要毁尸灭迹 一把火烧掉车和妹子们 那李慎肯定不同意啊 你是不是疯了 张麻子没有办法 也不知道从哪里找的枪 让李慎老实的呆着 然后就是一把火引燃了汽车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武装直升机来到这里 二话不说 开枪就是一顿兔兔兔 直接整死了张麻子 李慎也是危在战夕 倒在地上 你说这直升机 也是倒了八辈子没 螺旋桨不小心卷进了电线 结果坠毁爆炸 你说这运气是有多差 爆炸之后的冲击不阿 把帮忙车 推下了悬崖 掉进河里 这回翠花可以出来 所以他赶紧游出来找救援 万万没想到 又遇见了一个假的警察 说啥要弄死翠花 经过了十分激烈的战斗之后 假警察有枪有力气 竟然被咱们翠花给整死了 你说假不假 之后翠花和李慎 又决定回到河里救出鹰子 可惜啊 鹰子是被救出来了 但可是李慎却没有出来 也算是改邪归正吧 有人要问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那就是 李慎他们开的车 是犯罪组织的车 那是用来运输黑钱的 所以才会被坏人追杀 还好咱们妹子们都没事 电影呢 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该啥道理呢 女孩子 不要随便上别人的车 安全最重要 毕竟像大白话这么好的人 太少了 好了 喜欢我就点击关注吧 摸摸